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Luby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哈希变量 哈希变量 这个是咱们编码过程中 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变量类型 它仅次于数组类型 今天咱们讲一下哈希变量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的知识点就是 咱们定义和使用Luby的哈希变量 什么叫哈希变量 就是这个嘛 大家请看 key value的值对 一个key跟一个value 这就叫做哈希变量 不理解 没关系 咱们马上看例子 今天的例子 咱们还是以NBA为题 我这定义了一个哈希变量 大家注意看 我可是拿大括号把它括起来 这大括号里面的内容 大家请看 我定义一个key 关键字 比如说酷里 酷里 然后再给他酷里变量 附上一个值 叫做28.1 什么意思 酷里 赛季得分 平均28.1分 没问题吧 这是相当于是哈希变量里面的一条记录 接下来再给一个key 哈登 得分呢 平均得分30.3 再给一个勒布朗 得分26 换句话说 咱们MRT-Langku 这个哈希变量里面呢 有三个key 这三个key呢 分别对应着三个值 然后在下面 我把这个变量输出一下 同时 大家看这行 我再把变量里面 每一个key进行输出 我当然我只输出一个哈登 一会咱们再给输出库里 勒布朗 都可以啊 这样呢 话句话说 我只要得到key 就能够去空过这个key呢 获得它的值 这就是哈希变量的使用方法 接下来咱们再看 下面是一个类似于Jason使用方法的哈希变量 非常的方便 请看 player 比如说咱们有一个叫做value object 值的对象 它呢 有三个属性 一个是player嘛 对不对 游戏者玩家 对吧 它一个属性叫做名字哈登年龄28 得分30.3 哎 这个大家看起来 这个像不像Java脚本里面的Jason对象 非常像嘛 对不对 卢比呢 也能实现 对于咱们今后数据库编程呢 是非常有帮助啊 好 那咱们定一个player对象之后 该怎么输出呢 请往下看啊 这个地方 我呢 先把这个player对象输出 然后接下来 把player对象里面的 每一个属性 年龄 哎 名称 名字 年龄 包括这个得分 都输出 但是注意 他和Jason使用不同的地方是 他需要一个中括号 然后呢 属性名前 还要跟一个双 哎 照老 你错了 还要跟一个冒号 这是他不同的地方 Java脚本的话 非常简单嘛 如果有输入Java脚本 都知道啊 叫player.name 就直接可以出来嘛 对不对 但Ruby这个地方 稍微麻烦一点啊 不过呢 也是能够像咱们Jason一样 正常使用 好 咱们先手续 马上开控制台 直接运行一下啊 好 我先叫IRB 进入Ruby的控制台 咱们上啊 咱们上啊 咱们先来这个mvp lunk啊 首先说 咱们附上一个值 lunk 等于 给个大括号 让咱们撬啊 比如说 第一个值对 让他有28.1分 没问题吧 第二个 哈登 第二属性是哈登 或者第二条记录 哈登是30.3 没问题 然后咱们再给一个属性 是乐布朗 然后他的得分是26分 好 这样说咱们就赋予了一个 哈西变量 对不对 够 没问题吧 接下来咱们呢 打印出 这个哈西变量 看看什么内容啊 puts mvp lunk 回车 大家请看 这就是哈西变量的内容 当然了 咱们不可能要全部内容吗 咱们只要一部分 比如说 咱们只要哈登 打 puts mvp lunk 跟一个中括号 我找键盘中括号在哪 然后 哈登 回车 哎 怎么样 哈登得分出来了 换句话说 咱们这个哈西变量里面呢 有三个key 对应着三个值 对不对 然后咱打印出了哈登的 30.3 比如说咱们再打印库里 因为喜欢哈登 喜欢库里人差不多 可能在中国喜欢哈登人更多一些 哎 怎么样 库里2821也出来 当然乐布朗也能出来 也没问题 这个数据结构非常常用啊 请您要记住 接下来 更常用的是 类似Json的使用 咱们试试啊 附上一个 这player对象 等于 给个大扣号 敲啊 对不起 我这怎么 刚才报一下警啊 哈登 其实我本人 哈登库里还都挺喜欢 哈登确实打的不错 自从离开卡台山 然后年龄得分 而且又 今年又有这个保罗相助 这个火箭 那么好 今年还真能夺冠呢 够 哎 怎么样 咱们又声明了一个player对象 然后呢 咱们打印出player对象 看一下啊 putsplayer 啊 这个是 他的类似Json的写法 但是注意 我给他定义的时候 这个名称前 可是没有冒号的哦 但是咱们注意看 我打出player对象的时候 他前面加上一个冒号 那坏的话说 咱们要引用的时候呢 也是要带上冒号 怎么引用 就下面这个用法 这个我直接拷贝吧 这就不敲了啊 因为毕竟我这个 虚拟机的键盘 英文键盘 有点不太好敲啊 好 咱们运行下啊 go 出来了吧 哈登28岁 30.3分 就是这种写法啊 引用变量的方法 或者叫做 引用属性的方法呢 就用这个player对象名 加中国号加冒号 再跟上属性名 就能够得到 和您使用Java的JSON对象 异曲通工啊 我感觉都是很方便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介绍的 关于Ruby的哈希变量的使用方法 这个哈希变量类型呢 是非常非常常用 您呢 一定要掌握 好 以上呢 就是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啊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 今天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供您下载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